欢迎回来来跟进柬埔寨冬运会战报 我国羽毛球男单选手梁俊豪和李寻阳 成功在今天的男子个人八强赛中打败对手 顺利闯进半决赛 这也表示我国至少在这项赛事拿到了一面铜牌 赛会三号种子 梁俊豪是以21比14和23比21 击退菲律宾的小将阿尔博 他的半决赛对手将是印尼的二号种子 阿迪纳塔或越南的阮海灯 至于另一名男单李寻阳 则经过了三局奋战之后 成功以18比21 21比19和21比17 逆转泰国好手帕尼查鹏 他将在半决赛和印尼的头号种子 齐克奥拉争夺决赛门票 另一方面我国混双组合 叶瑞庆和中书运 只用了16分钟就直落两局 21比5 21比3 横扫柬埔寨对手 顺利拿下最后一张混双半决赛门票 但我国另一个混双组合 中宏剑和燕林却以14比21 18比21不敌泰国的拉查波和查西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